字幕提供 哈囉哈囉 現在是4月17號 2022年周日晚上11點 40分好應該快40分了 38分 那我先很快的做一個 串流各個社 各個粉絲頁的這個直播這樣 因為 有陸陸續續收到一些新同學 或是一些學員的問題 那我就 來很快跟大家用這樣子回答會比較快一點 這樣我就不用再打字 或是另外再錄 這個Podcast來處理這樣 那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到我這樣 然後 目前的話我看一下 其他的 粉絲頁應該也可以 收到這樣 OK 那我很快跟大家講一個事情就是說 我現在有在 謝喜斌老師的音樂教學網跟 起編與開亞的爵士樂的這個 粉絲頁還有這個爵士原力基地的粉絲頁都有在 同步的直播這樣 那我現在只是要跟大家講一下說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有兩個 主要的活動在進行 一個就是我們現在快要 結束的這個 大眾絕歲的欣賞講堂 這是我們的第15屆 然後這個部分我們在這個禮拜已經是最後一堂 然後休息大概 應該是休息三週之後 我們的下一個主題就會開始了 就是1959年的這個經典專輯跟 音樂人們 這樣 那這個部分 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說 如果你今天有 有興趣歡迎你來參加 那你沒有參加過也沒有關係 那非常歡迎 那我們 之後還會跟開老師做一個 完整的一個 算是一個直播 或者是一個宣傳的 影片 來跟大家互動 來 回答大家的問題 那這部分就先 鼓勵大家可以來參加 如果說你等於是在家裡也可以增加音樂嘗試 增加音樂知識的這個部分 其實這個1959年這個很適合 因為 你其實 就是 時間到 你就是到現場 不然就是你到線上 那你可以透過Zoom這個軟體 然後可以跟 我們就是一起 甚至可以互動 你可以在裡面 提出一些你的疑問 我們都會在 當下或者是下一堂課 或是之後在 討論區裡面跟大家回答 所以這個部分會非常鼓勵大家來 參加 這樣 然後 如果有 如果沒有 有人問說如果沒有參加過前 前一個大眾決策的信仰獎 後面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因為 其實我們在講解的時候都是已經把 這個 所需要的這個 程度呢 盡量我們都變成到希望說大家能夠 盡量是從國小三年級到88歲都可以聽得懂 這樣的一個概念 當然有的時候是一定要 講到一些閱理的層面 這個我們也必須要 跟大家講 可是我倒是覺得說大家不要很害怕 我不曉得為什麼 現在大家很多人他在 講講座的時候他都會說 他要拋開閱理的解釋或什麼的 我是覺得有點奇怪 就好像你今天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比如說 日本的東京然後我們就突然就說 可是我們絕不會跟大家介紹 明治神功 或是我們要介紹 巴黎的時候我們就說我們今天 特別不要介紹的攝影師叫做 那個巴黎鐵塔或是法國 發語我們要介紹法國可是我們不要認識法文 就是這樣子的想法有點 奇怪 這樣 所以 我覺得 月理的部分 其實是你不要擔心 可是你 反而要擔心的事情是說 因為如果你沒有經過 老師的這個月理的這個 或是這種比較淺顯的月理解說的時候 其實你反而會更看不懂 比如說 網路上的這個YouTube的影片 紀錄片 或者是說 你單純聽那些音樂的時候 你可能根本就完全就聽不懂 他們在做什麼 所以 這個部分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有早鳥的這個 優惠 所以我歡迎大家能夠 就是 趕快的加進來 就加進來的時候你就會有一個準備說 我們大概要講到哪些 因為我們這一次的 主題是更明確 所以就是我們有 應該有 至少有10張的專輯跟經典的這些 比如說像我們後面兩場會講到 Bosanova會講到這個 Motown的部分 那像Motown的部分應該就會 很受到大家的一個 注目 那前面我們就提到像 Miles Davis Coltran 然後 Derry Brubeck 然後像是這個 Wes Montgomery Charles Mingus Onickelman Eric Dolphy Cellanis Monk 這些部分 大家可以知道 這是一個第一個部分 我跟大家先講一下 那第二個部分很重要的事情是要跟大家提到的是說 因為剛好獎堂也 進入尾聲 然後這個時候陸陸續會有同學們可能看到說 起編老師或凱老師在 教課 所以你會想說 就是我可不可以加進來你的課 那到底有沒有初級的班可以加入 就是有沒有什麼幼幼班可以加進來 那我想先跟大家講一下 雖然說這個部分的 直播或者這種介紹的影片我們做過很多 可是還是跟大家講一下 我先講答案 我先講結論 起編老師跟凱老師的班基本上都歡迎大家可以隨時插班加入 除非你是一個特別有主題的一個班 也就是說比如說像 凱老師的這個課叫做Master Jam 也就是說你可能要有 特別的一個程度已經 上到一個階段了 就是比較進階的概念 那或者是說特別是說可能有講到編曲的 那如果是 除了這個以外了 其他像是這個實際在 操作的這個課 我就先講我的好了 我是非常歡迎大家都可以隨時 加進來 那你說你說 那像加進來這個部分是 會不會我進來的會跟不上呢 或是我會連累同學啦 之類的 那像這個問題我已經回答過很多很多遍 也很多很多年了 你不會連累同學 因為同學自己也已經 自顧不暇了 每次在上課的時候 老師都會有很多的 操作的這個 這個 練習 然後 你要記得要做這個要做那個 然後老師要看你直接去做 所以其實 別的同學像有的同學會很沒有自信的 他會講說 會不會 別的同學會笑我這樣 那我會開玩笑跟他講說 別的同學根本沒有空笑你 因為他們自己很怕你笑他 這樣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其實也不是什麼恐怖的事 就是因為這個東西是大家相對陌生的 所以 你對這個東西你會 沒有人跟你講這個 比如說 俄文怎麼講 那你不知道這怎麼講 你就 完全沒有抓不到頭緒 那老師就會跟你講我們就一句句來 然後我們就一段一段來 所以這個跟你 聽老師的podcast 或者是看老師的文章是不一樣 我有跟大家講過 說你不能拿這個網路上的文章 來當作是 老師平常就是像這樣在上課 那是不一樣的 我們在網路上的文章 比較多是給 學生 給學員或是學生的一個 課後補充資料 或者是老師 自己的一個 研究的一個 成果啦 或者是一個 整理等等 這樣 所以不要把它當作說好像一個 卡道路庫 就是你就看著這個 卡道路庫 老師你現在要講這個 老師你要講那個 所以我會覺得說 你要什麼時候加入 我都很建議 大家就是 你如果時間上可以的話 老師的時段 都有列出來 然後列出來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 輪波的概念 這個時候你就會看到說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加進來這個班 或是 就是看你的時間 可不可以 像明天 就會有 再有兩個 新同學 再加進來 禮拜一晚上7點班 那像我的部分就是禮拜一 早上10點 禮拜一早上 11點 然後還有禮拜一晚上7點 禮拜一晚上8點 還有禮拜二 早上11點 跟禮拜二 早上 中午12點 然後跟禮拜二 晚上8點 然後還有 星期五 就禮拜五 早上的9點 那這些班基本上現在都已經是所謂的 國際班 怎麼說呢 就是裡面有同學是 住在美國的 住在英國的 住在 香港的 住在馬來西亞的 甚至住在日本的 同學都已經加進來這樣 所以 你可以現場參加 你也可以在線上參加 那在線上參加 的同學 如果你今天 時間上來不及 或是有的時候有時差 那你就可以 把這個 因為我們每堂課都會錄影 那錄影之後的影片 就會透過這個 社團或者是群組的方式 再分享給大家 所以其實你並不會錯過任何的課程 有點像補習班在看補課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其實你不用擔心說 你會不會跟補上 因為其實 像我很多 班很多同學 他們其實都已經上很久 最久的這個同學 大概應該最少上了六七年的時間 那當然還有很多是 10年以上的時間的同學 他們 也都還是會 那個來上課 那我只是想跟大家講說 其實 行動是最重要的 是你最需要的事情 並不是說 好像你今天就是 你要等到全部都準備好 你不可能等到說 等到我會游泳了 我再開始下水 你不會這樣子講 對不對 你不會說 等到我都已經 練出六塊肌的 我才開始健身 這就是 等我再瘦個五公斤 我再開始去 減肥吧 這樣 這是有點 不合邏輯 可是 奇怪的事情是很多人都會對於 學習音樂 這是我要講的 就是你會有一種 又期待 又怕受傷害的 這樣的一個 性態 這樣 跟談戀愛差不多 這樣 都不知道是以前 誰的台詞 所以 基本上你只要 有 這一份心 跟這個 時間 其實你就 非常歡迎你加進來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我跟大家講 你加進來之後 你會發現 很多同學當他加進來 老師的這個課程之後 你就會發現說 自己 其實已經沒有太多的時間 去管別人在做什麼 也沒有辦法有太多的時間 在網路上看熱鬧 所以其實像 老師的這個輪播的影片 或者是輪播的這個Podcast 或是文章 其實同學們都反而是會去知道 這個就是針對我的 所以他就只看他那一篇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說你只是都一直在 外面徘徊的 或是會有點躊躇 猶豫不 不覺得 你可能就會一直覺得說 老師好像一直在 講很多新的東西 你看我們 從 從爵士到 搖滾樂到 嘻哈到這個 節奏藍調 到這個 像我今天還有這個 Zydeco音樂 就是 整個是對於這個美國南方的 這種法語系的這個 音樂呢 傳統音樂 我們還做了一番的研究 跟一些整理說明 所以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你今天一定要記得 就是這個部分 是你不要 猶豫不要擔心說 會不會跟不上 就是大家有時候 不知道是因為太謙虛 還是怎麼樣 就是說 我怕我跟不上 老師 第二個我怕 我連累同學 那連累同學部分 剛剛已經跟大家講過 其實你沒有什麼好 擔心的 去連累 同學還怕連累你 這樣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事情就是說 你自己在 學習的時候 你要找到一個 像是健身教練 這樣的 我們就是你的健身教練 你就是來 那有的人他可能 舉得比你重一點點 有的人他其實 就是 舉得比你輕一點點 所以其實他是一個 很personal的 可是團班有什麼好處呢 跟大家講一下 團班的最大好處就是在於說 因為你跟同學一起 的時候你的動力就會跑出來 你就不會說OK 我今天只是個別課 一對一 然後就是我 跟老師問到寶 這也是 這也是一個很奇怪的觀念 大家會覺得說 我在這個 上課的時候 我就是一直問 一直問問到寶 這樣而已 那我的經驗跟大家講 凡是那種 只有問到寶的 那種想要一開始就一次 問完所有問題的 他通常第一個就學不久 第二個方面是他還是沒有學到 他想學的東西 可是有的人他會這樣子 就一直去迷信 他就跑去找別的老師 要去找去 找別的研習的 機會 很像那個醫生 你跟他講這樣做 他說這個醫生講的 不適合我 再去找別的 那就變 太過於 對自己有 自信 那我覺得這個 也不是現在什麼好事 所以就是主要是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 還是回到這個重點 因為我這個直播會做很短 就希望說大家能夠 儘快的去參加你的 最後能夠加入我們的團班 那比如像凱老師的班 或者是我們的班 你可以先問 你可以先透過私訊 你來問我們說 你的時間上 可不可以加入這個班 可不可以 然後 當你一加入了之後 像上禮拜有幾個同學 一加入 他們就馬上覺得說 我就 有東西可以練習 比如說我們有 台譜聽力班 我們有這個 呃 這個 練習耳朵的 然後練習這種各種不同的 樂理或和聲 千萬你要記得一件事情就是 不要用你原來想像的想法 像有的學古典的同學 或是老師 他們很多是老師 他們就會擔心說 會不會老師會講太難 這樣 那我就覺得說 這其實是 也是一個不是很健康的想法 老師不會講太難 可是老師在前面 剛開始 上課的時候 一定會有一些 了解 或互相去 磨合的這些地方 就大家必須要去理解 所以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 如果你對於 明天開始的 這一週呢 就是你有 時間上你OK 然後你覺得可以加入 那歡迎你可以 就可以開始詢問 但是不要那個半夜2點3點 還在傳訊息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剛剛提到說 如果你 暫時還沒有想要學習 音樂的操作 你想要先了解 爵士樂到底是什麼 然後你想要了解說 爵士樂到底是為什麼 這麼的迷人 或是說大家都在 了解到 都在認識他們 那你可以來參加我們的 講堂 就是爵士元力講堂 這是我們2022的 這一波 就是 叫做 1959年 就是1959 這個部分 所以 我們以上的這個部分就跟大家介紹到這邊 然後 是已經4月17號 明天就4月18號 這樣 這個結束之後 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透過 私訊 來跟我們問這個所謂的 上課的問題 你的時間 跟你的 時段 還有你的樂器 還有你想要學的這個東西等等 都可以透過 私訊來問 然後其他的這個網路上的這個輪播呢 就是一個 當作是一個嘗試性的 或是一個知識性的 這樣的一個 觀看 觀看 歡迎大家深入的看 比如說可以訂閱我們的 Podcast 訂閱我們的 Soundcloud 因為我們是 Soundcloud Podcast 跟 Spotify 都有同步的播出 這樣 歡迎大家來 一起來 認識 這些 神奇的 好玩的 音樂 這樣 所以 其他大家 我們就 下禮拜見 拜拜 拜拜